醫護的溫馨故事 帶您看到 花蓮風冰箱 一名才三個多月大的寶寶小潔 遺傳之爸爸 出生就患有純惡劣 東部的醫療資源有限 得靠臺北的醫師團隊 深入偏鄉才能幫他看診 不過純惡劣寶寶 要把握手術黃金期 於是醫療團隊帶著小兔子 跨越兩百多公里 從花蓮到臺北進行手術 小兔子的奇幻旅程上級 一起來看 了 Roman oriented Super 2020年10月 在花蓮 靠海的豐冰鄉 我們遇見了才剛出生 三個多月的寶寶小潔 她一傳自爸爸 出生就患有雙策性 淨惡劣 她的爸媽 都喊她 小兔子 好 不要哭 黏牙 記得黏黏的 給他親一親 還有他那個喝的牛奶 稍微跑到那個牙蓋板那邊 給他親 所以他一拆掉很痛苦 小潔的嘴巴 必須帶著牙蓋板 牙蓋板上的撐鼻漆 則是用來改善他的鼻型 一開始 小潔媽媽在診所產檢 沒有發現異狀 生產前到門路醫院檢查 才確認孩子患有純惡劣 面對即將到來的小生命 這個家庭一度陷入煎熬 有人會講說為什麼 不早點發現 就是不要生 就沒辦法就是生命 然後如果拿掉也是很可憐 因為我的家人一樣 我的家人跟我一樣 他們都要逼我都要拿掉 後來我說 偷游了為什麼我要拿 慢慢地安撫壓育 後來跟媽媽講說 家庭下來 心疼孩子 小潔爸爸 更悔想起自己童年的遭遇 而命運 會不會複製在孩子身上呢 我的育回家 我不會出去了 因為人家以前都嘲笑我 我那個條本都是年紀因 比較慢 會不會讓他可以 還可以補回來 平時小潔爸爸在花蓮 受風箱工作 零有低收入補助 家中還有多個孩子 我們全程紀錄發現 純惡劣寶寶的誕生 若是家庭面臨就醫壓力 變得更弱勢 蜂冰箱位於花東海岸 縣市內政部定義的屬於偏遠鄉鎮地區 交通生活不便 而醫療資源更是相對匱乏 現在這裡算是封冰箱的行政中心 居民生病了 只能仰賴唯一的衛福部 花蓮醫院封冰原住民分院 但是科別還是有限 現見就醫難度 從他們家裡到門洞醫院來這邊就診 車程就要一個多小時 然後像衣材 包括他臉上需要用的防水膠 人工瓶 都必須到花蓮室來採購 才有辦法 因為坐公車的話 我還要代銷的 又要轉車 公車又很少 好像上班而已 花東醫療院所沒有除惡劣或乳炎專科 像小潔這樣的案例 得靠台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的 陳國鼎醫師團隊深入偏鄉 才能幫他看診 不然就得北上就醫 來 放給我一下 好不要 一起加油 好 好 那我們先拿下來了 好 你看看 中二烈寶寶 第一期春筆修復手術的黃金期 是滿三個月左右 2020年10月26日這一天 看完牙科 北醫團隊啟動醫療外接行動 要將小潔送往台北 進行第一次的重建手術 雙策列手術的要求度 比一個單策列要大 恢復其他所需要的營養情況 也比單策列要求要高 我們接下來好好把餵癢 手術過程可以比較平衡 暫時離開爸媽 也沒有家人陪伴 但小潔別怕 很多醫師護士 叔叔阿姨 會守護著你 克服了城鄉與距離 小兔子的奇幻旅程正要開始 一段跨越兩百多公里的 糗衣之路 也是小潔能否改變人生的起點 華視新聞裡一聽羅哲超 專題報導